是新北市新店确诊的设计师 他的基因定势结果也出炉了 训练与陶基案相同 与他过年期间曾经待过的高雄 其他的传播链是不一样的 而今天又新增了4例与他相关的确诊病例 包含了他的室友在隔离期间应转扬 另外就是与他同餐厅同时段用餐的房屋行销职员 这名职员的两名同事也确诊了 不过这两位同事的其中一位 他的新增值34.5 比设计师还要高 这代表的是他刚刚感染 还是更早就受到感染 已经快要康复了呢 其实这个过程都还要再领期 新店一名确诊的设计师 按一轴665 近期曾到过高雄 台北市 台中等地 现在他的经营定序水落石出 和陶基案相关 一度有担心说会不会这个新店的设计师 可能地缘的关系是高雄港相关的 这个案例里面比较多有四例 其中有一例是他的室友 设计师的室友隔离期 因转阳 按一走860 12号隔离时PCR阴性 但两天后出现喉咙痛 咳嗽头痛等症状 隔天PCR阳性确诊 而另外因为2月走号和设计师同时间 在大安区餐厅吃饭的按一走813 是50多岁女性 被匡列后也被验出PCR阳性 她的房屋代销同事也有两人确诊 那19816已经离职了 那不过跟19813 在2月11号的时候有接触 整体的到底是从哪里起头的话 目前还没有办法断定 不过特别的是摊开设计师 接触的关系图 室友CT值13 餐厅的接触者为22.6 相关同事有1人CT值16 但有一名CT值却有34.5 外界疑惑 疑似被传染者按一走859的CT值 怎么会反而比较高 也发现她的生活圈 和日前板桥确诊的一家四口有重叠 似乎19859 她现在CT值相当的高 病毒量比较小 那可能要二采的时候 才能怕比较能够判定 虽然现在判定指标个案是设计师 不过是否有可能 感染源反倒来自其他传播链 还有待厘清 记者副站杨维达台北新北采访报道 请来自知的Project 请按赞 设计长 这 two ten на你的 詞 明镜